考试的时候只有题本 所以题本如果你可以把上面的 上面的需求转变成什么转变成sauce sauce code的话 那其实你就很快可以轻松切意的打出来 基本上这一题因为是三角形 三角形编长判断 所以基本上他这边有一些题目要求 要我们输入什么三个参数 所以基本上你的脑袋里面就三个参数 就要传三个参数那三个参数的话 所以你会想说那我要去三边不就要 宣告三个变数去接这三个变长 所以你脑袋里面就假设ABC好了我就宣告三个变长 那你再去看一下这三个变长 他也没有要小数点 如果有小数点用double 如果没有小数点就用int 大概是这样的宣告 接到以后的话呢 他会有一个什么判断 那判断什么判断变长 也就是说他这边底下有什么 如果 参数不为三的话 那就是显示错误讯息 OK所以显示什么错误讯息呢 这边有一些提示 所说 这边有一个 就是参数错误那么三 角形的边长 什么呢要有三个参数 等等的这些讯息 如果是三个参数的话 那我们就是怎么去做 多重判断 那判断的条件在这里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一负 A等于 B 而且 B等于C的话 那就什么 等边三角形 其实就是正三角形 对不对 然后其他就是这些 对不对 那 跟各位讲一下反正 你就照这个方式逻辑去写出来 然后 if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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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最后把结果秀出来 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基本上 答案都在上面 只是说你懂不懂得去 第一个 他需要的变数 你有没有宣告出来 第二个判断 逻辑 那OK 那再来的话你程式其实脑袋里面就要 我要怎么去写 所以基本上 我们第1个就参数 那我写完的 部分给各位看一下 那因为前面我们 要接那个 ARC 有没有 要在 按右键去设定那个 argument 很麻麻烦 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 如果 我们要去产生 argument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呢 因为它是一个阵列 我们后面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string 然后呢 再带进三个数字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等同是怎么样 我们去设定 也就是传参数 将来你再把这一行给注解掉就好了 OK 这样也是一个方式的 不然的话你每次都要去修改 尤其这一题 光要修改的编长很多个 所以你要去test的时候很不方便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在arg等于什么 new一个string 然后呢后面给三编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题目里面第一个要求是什么 判断是否三个编长 就是是否传入的是三个参数 那三个参数要怎么判断呢 如果arg的什么呢 lag有没有 它如果等于3的话 那表示是对的 不对的话呢else 所以它会这边底下有个else else那就是输出什么 参数什么数量错误 然后呢什么三角形 总编长因有三个参数 那就秀出了 对不对 一负什么条件 下面是else 这个结构应该知道了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是true的话 如果是三编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再来 这个第一个就是 先判断它的边场是否三边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取得三个三个参数 那我这边的话呢可以宣告什么宣告三个变数abc 那abc的话呢分别宣告为double好了 所以在这边宣告double 三个 然后呢利用后面的这地方 用value of double点value of去接嘛 那因为有三个的话分别012 这是因为是一个阵列嘛 012然后丢给abc ok 所以三边就接到了 那三边接到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一负 那我们不是有好多个条件 对不对 这个对应到这个输出结果 那其实答案都在哪里呢 讲义就是说在那个题目里面都有 等边三角形一负 a等于b 而且b等于c 那你要怎么写呢 其实这个判断是特别注意啊 就是a等于 那这边记得用两个 等于等于 and的连及是and 然后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什么 第一个逻辑判断 那输出什么结果呢 就是他给我们的输出结果 对不对 应该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再来alc 那第二个就是说什么 a平方 那再来就等腰三角形 再来是 应该是等腰直角形 如果第二个是等腰三角形 那也是一样 a加b大于c 而且a等于b 你就是alc 第二个条件 那第三个条件是a 这个2特别注意啊 其实他这个地方 题目我不知道你们将来如果 会不会 会不会有那个那个 就是说 有有定正过 因为其实上 这个应该2不是写在这里 应该在上面 a平方才对啊 应该等腰直角三角 应该是a平方 加b平方 等于c平方 而且a等于b的话 那应该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ok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平方才对 那什么叫直角三角 a平方 加b平方 等于c平方 是 就是等腰直角 那平方的表示方式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a乘上a 就是平方嘛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呢 mass.pow pow 就是前面我们有讲过 然后怎么样呢 把a 他刮胡 mass.pow 那你就把第一个参数给他是a 第二个参数给d0.2 那就是平方 所以mass.pow两种方式 那分别把这些通通都做出来之后 那我们这边就就把这个判断式 判断完 那就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是哪一种三角形 那其他不存在的状况 是a加b大于c 所以这里的话 就是l 那分别我就是在这个地方 把刚刚的条件 把它写成程式的话 基本上就是 等腰直角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顺序可以颠倒了 其实 先他那个题目给我们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这上下可以颠倒 然后再直角三角形 a乘上 a平方乘上b平方 等于c平方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直角三角形 对不对 然后顿角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 那三角形不存在 有没有分别 那就是else反之 然后呢就三角形不存在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判断逻辑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先判断什么 他的参数是不是等于3 如果4的话呢 就执行把三个边的参数带进来 对不对 然后再分别按照题目的要求 分别判断等边等腰等等这些三角三角形 那最后呢再把结果秀出来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今天要test的话 各位特别注意 明天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把程式打好之后 要怎么样test 基本上上面不是有什么 这边3333 或者333 我们先从333开始 333应该是等边三角形 所以你可以test的时候呢 用这个方式 传进这个参数3 3 3 那这样就会比较简单 不然你将来要test的话 你怎么test的话 那每次要改 浪费时间 你才一个小时而已 一集只能半个小时 虽然不算少 但是 其实很快时间也到了 有没有 等边三角形 那第二个是说 你可以再输入第二个 335 680 所以335 680 335 那335应该是什么 335 执行 你看一下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就出现 这个应该是等腰三角形 对不对 然后呢 680 6 680应该是什么 三角形 执行 执行起来 ok 看一下 这是直角三角形 那一样的方式 反正各位就是利用什么 参考结果 看看有没有 跟他跑出来都一样的话 那跟各位讲 你的分数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看完这个之后 test完毕之后 再来就是评分项目 每个全部在review过 那我想你这个分数应该就是已经铁定了 很稳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考试嘛 反正不外乎就是要拿证照 不然你干嘛考 不然浪费时间 浪费钱 所以 利用这个方式 就可以循序的把它做出来 那等一下我再把画面提供给 就是我做出来画面给各位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参考一下 那当然作答的方式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 像网路上各位搜寻一下关键字 应该有别的 这个分享 不过他有些是写成方法 有的写成物件 其实这种这种这种考试说真的啦 他只是要你结果对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搞那么复杂 有的还有try cash包覆或怎么样 其实说真的 那个部分程式 你多加没有没有加分 反而可能会被扣分哦 因为我题目没讲说 要叫你做这一件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做呢 所以有些老师可能会觉得说 你这个有点像什么 叫做 你要表现很厉害吗 或者是 但没有加分 反而可能会被扣分 我想说 我这里又没有叫你做这个 之前还有同学是说 老师这个有些这里面 那个问题里面有错误 好 可以